农历新年期间 在各种商场或者是社团举办的新春活动中 你都可以欣赏到武士的英姿 营造闹哄哄的过年气息 取个大吉大利的好意头 而近几十年来 国内有不少的喜事团 更是吸引了不少对武士表演感兴趣的 友族同胞参与其中 从敲锣打鼓到武士 这个拥有上千年历史的民间习俗 在我国已经成了不分种族肤色的全民运动 农历新年怎么能少了武士 从地面直接跳上1.7米高的桩 再来个游山玩水千山过海 到最后男师北武千通翻落地 这些不是一招一心就能够练就的招式 让观众叹为观止 就为了避免观众觉得 每年的武士表演一成不变 其实群乐龙师团 都不断地在苦练新舞步开发新招式 在早期2000年的时代 我们会看到一招就打天下 但是现在武士的发展就越来越强大 就可能要更多的篮球动作 可能以前一招就可能后面的挂装 就已经是可以拿冠军了 但现在不能了 热闹翻腾的武士表演外 在场更引人注目的就是他了 马丽安 这位华小毕业的印尼穆斯林 中学时因为哥哥加入显示团 自己也对武士产生了兴趣 如今已经是马丽安参与武士活动的 第十个年头 当初满腔的热忱 依然丝毫未减 我现在很喜欢这里的团队 他们不理你是什么游戏 就不论有一个感觉这样子 就感觉很高兴 是一个大家庭 但毕竟自己是一名穆斯林 内先免不了招来的闲言闲语 对于热爱武士的马丽安来说 其实真的无需多加领会 不认识的人他们就 他们不懂就讲啦 这个是不可以的 这个是中国文化 然后你又去参加他们的文化 所以是不可以哈喇嘛这些 今天的任务很简单 OK 我讲经理的话 我身体当这个是一名书 就不关系 我的父母也是OK 我就OK 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是没有 没有什么有班塔和阿嘎嘛 是OK的 在这个龙师团里头 马丽安并不是唯一的 非华裔团员 像是阿丽安 Daniel 还有伊斯康德 他们都从小认识 武士在这一项中华传统活动 因缘机会来到了这里 尽管可能有人 投给印一样的眼光 但是他们也都不在乎 因为保持一项 因为政治中 健康的 更好 如果文化暦的 需要做很多 就会有益化 所以我们的健康 就会墙 我们的技术 他们的能力 也会墙 我们的精神 一种因素 大家是把小学厅 从住宅居里的 这个城里已经有30年的龙师团 目前超过50名的团员当中 有大约四分之一是非华翼 团长说他们一直都很欢迎 有足的加入 让彼此在团队中互相交流 互相学习 而让他感到更满足的是 能够和这些有足团员 共度每个农历新年 很荣誉我们很开心 他们来到这里 他们都不舍得回家 尤其是在过年 初一到十五 他们午完了 或者我们多吃回家都好 他们都会逗留我们的会所 或者还问我们 我们还有表演吗 我们还要继续 各组之间缺一不可 或许就像马来西亚独创的高庄武师 要完成一次精彩的高庄武师表演 都不是一个人的独秀 还必须一群人 不分你我 勤勤协力 将高庄架好 确保安全 平稳 装置过程 马虎不得 虽然高庄武师深得大众青睐 不过也因为练习辛苦 吃力不讨好 很多缺乏毅力的年轻人 半途打起退堂虎 然而对于团队里 一些非法义同胞来说 能够跳上高庄 更上一层楼 是他们一直坚持努力的梦想 从中华色彩浑厚的传统民俗活动 到广受各族喜爱的运动项目 搭起跨文化交流的桥梁 多谢这一路热爱 可推广着武师艺术的每一位 让东东鼓声 和灵活鼓动翻腾的省师 继续在与中国相隔数千里的马来西亚 散发耀眼迷人的风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耀眼睛